全油管最快新闻 全球电子付款巨头万事达卡裁员1000名员工 美国华尔街股市主要股指期货星期一几乎持平 投资者关注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 全球电子付款巨头万事达卡宣布将裁退旗下约3%的员工 大约有1000名员工 超微计划以49亿美元收购服务器制造商GT Systems 进一步扩大其旗下的人工智能晶片和硬件产品组合 苹果公司准备在印度开设第4家iPhone组装工厂 这则新闻揭露了全球电子付款巨头万事达卡将裁员1000名员工的消息 这可能会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这也提到了美国华尔街股市主要股指期货星期一几乎持平 以及超微和苹果公司的相关动态 该新闻表明了经济衰退的担忧仍然存在 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全球央行年会的会议结果 订阅新闻急速地最先知晓天下市